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巨路线也有很多人在种花 可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他们种花却害怕花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大早天还不亮 低村乡就有人来到自家地里开始忙活了 让村民着急的是自家地里种的花要开了 种花不就是要花开吗 怎么他们竟然会害怕花开了呢 花孤独比花还值钱 乡亲们种的这是什么花呢 说起金银花 那是很有名的一位中庙才 很多人都知道它有清热去火的功效 咱们善哗善善善善善是 没的泡洋会 没的 没的河 就烂火的 都在这儿了 你看呐 哎行了 给你查查查 甜不甜 甜的 甜的 嗯 这水有什么好处啊 就拉火嘛 这个能去火 这是甜的 原来人们种金银花 并不是为了欣赏花的美丽 按这个现代药理学的研究表明 金银花就广普的抗菌 抗病毒 抗炎的作用 被誉为中药抗菌素 绿色抗生素 有三分之一的中药方计中 都是用金银花 70%的感冒类药和消炎类药 都含有金银花 金银花应用广泛 就连它的枝叶 都有一定的药效 可以用来当作饲料 好起来的 这个年了 走着那起的 每个月就没有 猫猫猫就这样 起不住 就是这样的事 就有节度 仰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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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更好人呢 是吧 没人来 你怎么可能会让杨 杨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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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 你爸 杨幻了 金银花浑身都是宝啊 可问题来了 为什么不让金银花开花 偏偏只能采摘它的花蕾呢 同样是金银花 金银花与金银花的价值也不一样 看这个比较明显 刚开放的是白色的 叫银银花 过两天呢 衰败了 衰败之前是黄色的 叫金银花 顾名金银花 到时金银花之前 银银花之前呢 都不值钱 在开放之前 那个花蕾期才值钱呢 开放之后 药油价值大大下降 主要是药油成分的含量 大大地降低 花蕾之所以值钱 是因为花蕾的药效高 金银花的药效 来自它含有的特殊的成分 金银花里最主要成分呢 是绿原酸和木杏草干 对金银花颇有研究的李卫东 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员 他发现金银花开花的程度不同 里面的药效成分变化很大 这种叫三清漆 花蕾的发育漆 先长这个 叫三清漆 这叫二白漆 这个叫大白漆 开放之前叫大白漆 大白漆和二白漆乳药 不仅仅仅是产量高 药材质量 药效成分含量 这主要的更高 所以说我们要抢收大白漆和二白漆 金银花的花蕾发育 分为三清漆 大白漆和二白漆 专家经过研究测定 发现大白漆和二白漆 药效成分含量高 而花蕾一旦开放 药效成分迅速降低 因为花蕾的药效最好 所以它也最值钱 从花蕾到花的开放过程中 植物体内发生了剧热的变化 合成这个药效成分的关键酶 合成酶活性降低 而降解分解它的酶活性增高 所以说这个酶起的作用 最后药效成分的含量就大大的降低了 开放以后 所以说在开放之前进行采收 农户们只有采摘药效成分含量最高的大白漆和二白漆的花蕾 才能够卖上好价钱 这是开的花 这个是不卡的价格差别很大 这是七块五 这是四块五 就差这么多 市场价格差异如此大 采摘的时候 要是不抓紧时间 就会眼见着花开 收入大大折扣 一方面 金银花给人们的时间太短了 有时候上个大白漆 你看这个上个大白漆 下午又开放了 就几个小时 非常紧 非常紧 所以说必须抢收 几个小时花蕾就要开花 摘花就像是一场倒计时比赛 摘的时候心里着急不说 剩花期的时候 花蕾大量出现 对于体力也是个严峻考验 要说这金银花个头小 摘个花蕾动作幅度并不大 农户们感到累 是因为站立弯腰的时间太长了 剩花期的时候 为了抢收花蕾 农户们往往从天不亮摘到天黑 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腰疼腿疼多了 一千天立得摘 多长就不亮了 你看到吧 这 您这一条腿穿袜 这条腿不穿袜 就是还立得 将外去长 就是还立得 长时间立得 对农户来说 要能把花蕾都摘下来 腰酸腿疼也就罢了 可就怕辛苦一场 花蕾还是摘不完 因为人工摘花的速度 怎么也上不去 两个人摘不完 两个人摘不完 两个人摘不定了 老婆在家长得了 我自己摘 都是我自己摘 另一方面 从五月中旬到十月中旬 一个枝条上 会一直有花蕾不断出现 为了不让金银花 白白浪费在地里 就不得不花钱雇人来摘花 农户们都有自己的一把算盘 雇人摘花 工件高了 花就是摘下来 自己也挣不着钱 于是就有人开始 刨掉金银花树 老百姓这一刨树不要紧 这下可是急坏了一个人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据路线金银花协会的会长 郭清辉 郭清辉很清楚 老百姓刨树 根源在于金银花不能够及时采摘下来 挣不着钱 要说这郭清辉在当地 可是位有名的能干人 当年正是他带领大伙 种植金银花 并且把产业发展壮大的 如今是眼看着 自己带领大家打拼出的一番产业 就是因为采摘问题 陷入困顿之中 郭清辉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如果说这解决不了这采摘的问题 我心里说这一辈子到死 我都放不下来 老百姓确实不容易 他就靠这来收录 如果说这解决不了 说实在 我不配我再带回去 在巨路 金银花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3万亩 思前想后 郭清辉决定要想办法造台机器来摘花 这事一传开 花农们就觉得不靠谱 其实花农们不看好造机器摘花的思路 也有他们的道理 首先是这金银花是陆续成熟的 长的位置也不固定 金银花不同于庄稼 庄稼可以一块大田同时成熟便于收割 金银花只能选择性采摘 这个难度就大了 第二个难度 也就是最大的难度是 机器能不能比人摘得快 你打上机器打上硬工 那一个人就负的 还没两眼摘得快 花农们说的这些的难度啊 郭清辉自然也想到了 要研发采摘机器 他首先想到的是向机械方面的专家求救 可是结果却让他很失望 专家过来是有的我跟他座谈的时候 他根本都不知道金银花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摘 他这个特征特性他不知道 眼见着有专家是知难而退 郭清辉求助无门 只好自己想办法 他打听到县里有人琢磨出了采棉花的机器 都是采摘 这个棉花机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郭清辉决定登门求教去看看 把采棉机拉到金银花地里一试 发现这事成不了 没有专家指导 也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 眼看着郭清辉是四处碰壁 花农们断言 郭清辉研究不成采摘机 这期间有人陆续开始挖树 准备干别的营生了 哎呀你挖树你劝他去挖 他说你过去采花啊 你那鸡子老是成不了啊 你成了我会挖花啊 你这心里听到很难受 大家都不相信 郭清辉能够研发出机器来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2010年 一个偶然的发现 让郭清辉获得了灵感 在2010年我刷车的时候 在我后备箱啊都有金银花 突然间他用的吸尘器吸那灰尘的时候 他把金银花都吸在那个吸尘器里 我心里这么一动 他很高兴 哎为什么这金银花能吸到呢 这吸尘器里边 是不是咱们的金银花是不是用这个方式能改变咱们的采摘机啊 吸尘器能吸进金银花 这个发现让郭清辉是欣喜若狂 能不能利用吸的方式来采花呢 他当即拆开一台吸尘器 研究个究竟 可是结果 还是让他有些失望 这金银花虽说在那杆上 用手里摘也把它摘下来 很轻松摘下来 用那湿季风不会把它刮下来 用那吸尘器不会掉的 把那树上弄了 吸尘器吸进采息的花垒没问题 可是长在花地上的花垒很难吸下来 后来他改变了思路 吸用来收集 采花还是得靠摘 于是他就开始琢磨着吸尘器 安上一个机器手 让这机器手把花给夹下来 怎么都把它夹下来 这也是个难题 为了研制出采摘机 郭清辉就像是入魔了一样 常常几天几夜连续干不说 家里的积蓄也是不断的往里头 这苦啊 还确实苦 自己苦 自己知道 不想别人知道 别人一看着怎么样 搞得很好 正在进行啊 我不想他们求你 几年之后 郭清辉终于拿出了成果 他背着的这个机器 就是他研制的金银花采摘机 这小小的机器 能够完成采摘金银花的任务吗 这是半自动的 不是缠自动的 你想踩哪个踩哪个 这个里边都怎么办呢 这里边用手一拨拉就不行了吗 郭清辉研制的半自动采花机 利用人的判断 解决了金银花需要选择性采摘的难题 采花头用的是滚轮设计 是用这个来夹 对对对 他用这个两肉转 他一转 他不下来了 滚轮就像是咱们人的手 能够轻松地摘下金银花 可是这滚轮在摘花的同时 会把金银花给弄伤吗 这很软很软的 它坦性的 现在这里边它就是硅胶的 你也你知道 它不会像花 一点它不会像花 那两个手头 你的手头一个样 那这个它不会像花 花被滚轮夹下来之后 就被风吸进储存箱里 看来我们几乎可以确认 国庆会研制的这台金银花采摘机 能把需要摘的花准确地摘下来 可是这只是第一步啊 如果这台机器摘得没有人工快 那么它的出现解决不了花农的任何问题 果不其然 在这一点上 国庆会面临着巨大的质疑 都没人用 都没人摘得快 不有人都不信你那机器摘得快 我没说 你姐都没见过 你怎么说那几的不能用 我不是给太盖了 你见过 他没见过太盖金 他没见过又说不能用 你没捡这东西 你有时候说那是 随意识 里边就 摘不下来了 这么点 你几里边 套刷下来的时候 里边喝啥都有可能 都往里边摘了 你这手 你这个手都说来 看见你也有摘 你怎么叫我们家摘 你们喊一喊 干嘛 给他摘几个 通知几个 连这女人都与 这摘的小豆都能把它摘来 不过摘小豆把它上下 这就要你们看下 这也好吧 这有大个小豆是不是一摘是 别 别 你弄了他都 别意思 那辣椒 你看你 你跟他摘不错 不摘通知上下 只能摘通知 这不动 都不信踩得比这个人还快 咱就比比就行了 那就是 你打他赶紧 就是要打他实业 喂 那注意了 那结婚了 再让村中 这个拆开机 跟人人工比赛来 再让村中都开下去 把这都开下去 你看有这几个 跟人人工比赛 甚至高手 都去收 都是这个蔡英华的高手 你是高手 您踩多少 我一天才 起了劲吧 接下来 一位经过简单培训的村民 将用采摘机 和三位采花高手 进行比赛 现在这个时间是十点三十三 我想去点车 来 来 开车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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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采摘机采花时 难免会带入一些树叶的问题 郭清辉的心里并不着急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配套武器 这个是采摘花的采子 这个采子跟花果杜打销都是排套的 它这花里没开的时候 它这个要比那个塞子没有销 所以它都下去了 用专门的筛子能够迅速筛选出金银花叶子和开放的花朵 采摘机采花带叶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没事 现在只要把花擦下来以后 这叶子可能这花都不成问题 用筛子一筛 它就出来了 下巴都是好累 很轻松就能解决 对 很轻松的把它解决 目前郭清辉仍然在对采摘机进行改建 还要改 急速改 一台采花机能顶三个人工 金银花采摘难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目前的面积有13万 应该说产业基地的规模和品质 在全国应该是都是非常好的 机械化替代人力这是一个大趋势 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 给金银花产业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 摘花这件事听起来轻巧 实则关系到地方产业发展的大局 采摘机的出现破解了金银花产业发展难题 让我们共同为郭清辉的钻研精神喝一声采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查询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梨树衰老 果子变小 愁坏了果农 水泥柱子铁丝网 如何力挽狂澜 解决老树大 为什么搭个棚架 笑语就能够成倍翻翻 科技院下期讲述 科技院下期讲述 医者龍家总裁 解决老树大